大家好 我是悠悠 这只红色大鼻子是那时候拆迁老师傅家 拆房子没办法养了 那时候拿过来的 这只红鸽子已经十岁了 没有几个可以出了 打算给它配一羽好一点的母鸽子 之前视频里面也给朋友们 让朋友们给我建议 打算给它配那个瓦灰大鼻子的 有位兄弟给我讲 说那个黄眼这个是沙眼 两个出的鸽子只能晒飞 不能留肿 因为这个红色大鼻子年龄太大的原因吧 准备就是在座椅我留肿 就是留着保血了 因为它已经十岁了 马上年龄越来越大 出的小鸽子肯定质量没那么好 打算这一次再给它配对 说配个沙眼 我这个朋友给我建议说配个沙眼 配个沙眼呢 我就打算把我家的那个割王给它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色大鼻子的糞便 这是三天的糞便了 我刻意没有给它打扫 但糞便都是很不错的 都是整坨的 这样证明它的体质还是蛮不错的 看这边还有 这么大的年龄 现在这种体质真的是很难得 健康装带现在是优 我们来看现在准备给它配对的那只小母哥 这只鱼点是个沙眼 是个桃花眼 血统是那个羊儿童 成绩都是多关赛的歌王 基本上都靠前 最好的一个成绩是500公里15名 500公里飞过多次 而且成绩都是比较好的 这只鱼的稳定性特别的强 速度好像稍微的有一点点慢 站直不行啊 走两步给朋友们看一下 哎呦飞出来了 刚才飞出来了让我吓一跳 我这边窗户都没有关 这个母鸽子很机灵的真的 别的鸽子要是从这个笼子里面飞出来之后啊 这有玻璃嘛 他们都会把这玻璃装来装去 但它不会 它会飞来飞去 哎呀 吓我一跳 这只鸽子上手特别的轻 羽毛特别的绵 这只鸽子说真的啊 是确实不错的 一般很少用它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与鼓励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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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